在年輕選票這個部分 大家常常會覺得這個就是 國民黨可能一直要努力的地方 那世維哥其實在一次選舉當中 我們都看到像這樣的狀況 像剛剛我們從林靜怡的這個 感謝詞當中 其實我自己看會覺得 他的確你聽了會覺得很感動 比如說他就講了 謝謝所有愛台灣的人 他就把這句話覺得 投給他全部都是愛台灣 其實這樣 你知道差別 你就知道說 那為什麼國民黨每一次在講 類似話的時候 沒有讓人那麼感動 這會不會是未來要努力的地方 其實選舉都是面面俱到 你說或許有的人會檢討講說 你看到中正萬華 你怎麼沒有政黨對決 你如果國民黨中央出來 罵的時候政黨對決 五萬四千八百一十三票 然後就跨過門檻五萬八千多票 差四千嘛 但是你有沒有去想 如果政黨對決一下去的時候 綠贏的也會出來啊 你不是只有藍贏的票會出來 綠的也會出來 那如果都出來的時候 那這一個你看到公投 可是就沒有努力 你又努力了 輸不定還是輸嘛 但是努力過了 所以說只有這個就是結果論 這裡是怎麼樣去思考 但是你想說要把政黨的色彩給淡化掉嗎 我就講民主政治 政黨政治責任政治 或許剛阿波亞議員所說的 民眾可能偏中間的 他是比較多的 可是偏中間比較多的時候 當你在問政黨的一個表現的時候 他都看得到嘛 他沒有政黨的傾向 可是他在選擇的一個時候 你講說單一選舉 你如果說五黨籍的 你要怎麼算 沒有空間嘛 你說選立委 五黨籍的 除非你是這一個原住民 或者是講說 你是真的像陳柏惟 講說2020年 民進黨禮讓給他 他在那一區他有機會 如果說是撒卡都 你如果說藍綠兩大政黨 都有出來的時候 你敢有機會 沒有 但是議員不一樣 議員是複數選舉 但是你今天講 如果說單一選舉的時候 你又要淡化政黨色彩 你又要政黨提名 你不是自相矛盾嗎 但是我同意 你政黨 或者是單一選舉的時候 你怎麼樣子的一個論述 能夠得到既有這一邊的支持者 而且你還能夠得到中間 偏藍或偏綠 中間的選民 他的一個認同度 但是這是累積的 這就是累積的 如果說你講說 像寬安委員他這一次被人家檢舉 這一個檢視出來 你有這麼多的一個爭議的一個事項 但是沒有辦法 他就跟你打 雖然不違法 但是他就給你打一個社會認同路 社會道德感 你就躲了 但是如果你都沒有這些的時候 但是媒體一直說 那你要怎麼樣子不斷的攻防 你不可以快點點嘛 對不對 那無論如何我們結果論看今天都輸了嘛 那這個大家也都認為說 那這個朱毅倫主席他也不出來講話 大家就說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國民黨要怎麼做 他怎麼樣會不會像是這個 趙耀剛董事長 那像是這個韓國瑜 那像是侯友宜 那會不會又出現了一個到底黨內要拚誰的 不會啦 我覺得今天就是留給候選人本身 你說主席今天沒有出來講 他明天難道就不會出來說嗎 那我請問民進黨贏了啊 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有出來嗎 其實大家要去思考是說 今天的主角是誰 今天的主角以台中立委補選 那就是林靜宜 還有跟林寬恒 以台北來講的話 那就是林常佐 因為只有他被罷免 你說鍾小平要出來講嗎 他也不需要出來講 對不對 那你說主席今天沒有出來 然後明天他就不會出來了嗎 他永遠躲起來 不會 今天還是把主角 你就是留給 這個顏王安恒跟這個林靜宜 因為他們畢竟是候選人 那你聽他講怎麼樣子 明天黨的這一個部分 黨主席他一定會碰到 這個媒體朋友的一個賭麥 所以他是躲不掉的嘛 他還是躲不掉 但是你今天就是要去思考說 今天政黨政治責任政事 太多 我就講說以舉例 他甚至只可以工作 我常常在講 民進黨從在野起家的時候 他一直有 他都跟你政黨對決 他沒有跟你考慮說 我這個地方 我愛出來了 除非他考慮的就是什麼 這個地方我沒贏 在這個2014年的時候 我禮讓給柯文哲 對不對 然後2020年的時候 這個財政第二選區 我賣了我禮讓給自信 可是這就選戰靈活嘛 這就是你彼此再也合作 再也合作 但是你看到今天 他的一個選舉包括了公投 包括了補選 包括了罷免 他全部都跟你對決 那你今天國民黨 你如果再都不對決 都沒勝量的時候 那你會不會被其他的政黨 對 給串起來 對不對 所以說我還是覺得想說 選舉每一次的一個結束 都是值得檢討 以後我再怎麼樣的一個策略 我應該要怎麼樣做 是 對 那秘書長你怎麼看 其實大家 我今天在這個之前 在準備資料 我就看很多覺得 這兩場如果又輸掉的話 哇那接下來 這個國民黨可能 這個選舉都會變得很難選 甚至有人覺得說 那之後 這個國民黨可能會慢慢視為 當然這個是很多政治評論啦